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打开 打一刀 用一个拍的方法 开两份 如果大家外國的網友很多時都會買到這類型的三文魚扒,三文魚頭,甚至乎三文魚骨 很多時都會買很大批回來,我們會怎樣處理它,我就建議大家用這個方法 我今日吃半個,另外那半個你怎樣處理呢?用鹽,底面每樣一齊金鹽醃去 然後用保鮮紙包好,一份一份放在冰箱,放在冰箱的冰箱,可以放多久呢?醃了可以放很久都可以 吃的時候就拿出來解凍,現在先包好 用保鮮紙包貼一點,可以放在冰箱的冰箱,可以放多久呢?一個月都沒問題 這些用鹽醃去的魚在冰箱,讓它慢慢熟成,我們就叫做吃鹹鮮 我過兩天再用這塊魚和大家分享另外一個菜式 我們就用濕溫水,一邊浸泡它,我們就插了一些鱗 殘留了三文魚頭的磚,我們要洗乾淨它 看到嗎?三文魚直眼還會說話嗎?這些三文魚就漂亮了 停乾淨水,還要抹得很乾身,這些就是烹圖的基本功 處理魚的 現在用黑椒 兩邊都放 然後用鹽,大約每邊放四分一茶匙 我們現在就去煎了它 每一次煎東西,我都會說的是什麼呢? 燒熱的鱗,特別是用來煎魚 我們一定要把一隻鱗燒到它很熱,很紅 煎魚才不會那麼容易黏 燒到它很紅,然後就下油 煎了 煎這類型的三文魚頭,我們不用太多油 因為它本身的油份也很充分 我們現在就收回小一點的火 煎了有皮的邊 放下去,不要動它,現在煎了一分鐘 小火煎了一分鐘之後,我們就給它一點點火力 煎了兩分鐘過後 煎了這麼長一下,我們動到了,動到了就反了去 煎得很靚 差不多煎了兩分鐘,又反了去 這間就可以了 接著魚頭 三文魚的油份也很重 三文魚的油份也很重 大家這樣看 將刺身級的三文魚頭 用鹽煎的方法 煎得很漂亮,很乾身 不用上粉 什麼都不用 再配合簡單的配菜 一頓 我待會再配一點沙律醬 今天煎三文魚頭的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好,大家好 各位網友 特別和外國網友打個招呼 這個菜櫃櫃 那邊解凍 放空回來 整塊已經差不多 解凍了 現在就用一些 室溫水 將鹽味全部清洗乾淨 先洗乾淨 先洗乾淨 這種三文魚頭 這種三文魚頭 都很適宜 去煎香 或者去焗 這些鯊 我們就去洗乾淨 不要熱 這些位置一定要洗乾淨 今天 有什麼做法呢 我原本想說 放進電瓣鍋裡 焗熟 即是在飯面上 現在飯已經熟了 我決定用微波爐 丁了它 然後用烤焗功能 燒了它 洗乾淨 印乾水 底面也會印乾淨的 再加一點黑椒粉 味道除了大家喜歡的 這次就加一點孜然粉 鹹味就夠了 如果大家喜歡吃辣的 這段時間可以加辣椒粉 或七味粉 黑椒 自然 動了 不要緊 七味粉 不要緊 七味粉 現在就放進微波爐 放進微波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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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高火 先放五分鐘 現在蒸了五分鐘 現在蒸了五分鐘 差不多就可以了 看不看到裡面的模樣 也不太看到 這樣就可以了 先拿出來看看 蒸了五分鐘後 主要用高火 鎖著三文魚頭 裡面的肉汁 和把它蒸熟 這段時間 還要烤焗功能 燒香三文魚頭 現在就入爐 放回燒烤架上去 關爐 開燒烤 燒烤多久呢? 都是五分鐘 烤在一邊 焗了五分鐘 我們先看看 無樣如何 大家看不看到? 聽到有些嘰嘰聲嗎? 現在先拿出來看看 焗出來的無樣 就是這樣 是否覺得很漂亮呢? 醃了的三文魚頭 其實就很快熟 放在上面蒸都好吃 第二天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鹹鮮魚蒸的做法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喜歡就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聲聲分享一下 追蹤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拜拜 拜拜